大家好,我是小尹 今天我们用这块牛肉来做好吃的 首先我们逆着它的纹路 把它切成薄片 然后装入盘中 再准备一个小碗 加一勺淀粉,适量清水 搅搅匀,把淀粉水倒入牛肉里 这样做了牛肉更加的嫩 再加一勺生抽 适量的食用油 用手抓拌均匀 腌制20分钟 再准备一到两个土豆 切成厚片 然后再切条 最后切成小方块 把它泡入清水里,泡5分钟 再准备适量的青红辣椒 切成辣椒圈 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适量的大蒜 切成蒜末 装入盘中备用 再把土豆清洗干净 控干水分 装入碗中 锅中油烧热,倒入土豆 先把土豆炸一下 大火炸至表面微黄 像这样就可以 然后把它捞出来控油 再把它装入大一点的盘中 把它铺均匀 我们的牛肉已经腌了20分钟 加入一勺环豆酱 一勺蚝油 适量的胡椒粉 再把它搅拌均匀 再把牛肉一片一片铺在土豆上 提前把锅中水烧开 放入锅中 大火蒸10分钟 锅中热油 油热之后 把青红辣椒和蒜末炒出香味 再加适量的生抽调味 翻炒均匀 再加一碗水淀粉 煮至汤汁变粘稠 然后关火 我们的牛肉也已经蒸熟了 哇好香啊 香喷喷的 再把芡汁淋在牛肉上 这样做出来的牛肉简单又美味 它的口感是非常的嫩滑 清淡不油腻 入味又下饭 营养不流失 土豆也是吸煮了牛肉的汤汁 非常的好吃 老人和孩子都非常喜欢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